年纪轻轻都还没成年 哪有在无测啊 嘉一鸣才17岁的蔡姓少年 在网路上成立了所谓雷龙帮 短短三个月就号召了两万多名的成员 警方得知之后传唤蔡姓少年 没想到这个雷龙帮的帮主啊 看到警察吓到腿都软了 说哎呀我只是好玩了 还有许多网友因为借钱给帮主 莫名其妙就当上了副帮主 敢玩家玩大一点出来混 只能冲不能回头 这就是雷龙帮的招人网站 不但设有帮规 在台南台中高雄都设有唐主 眼蓝是个帮派组织 吸引了上万人点阅 引起警方的高度关注 设立网站的帮主 立刻被警方带回讯问 因为好玩未满18岁的蔡姓少年 在网路上成立虚拟帮派 到处招收人马 不过因为措字连篇 加上还有不知道名字的网友 都能够被封为唐主 让许多网友觉得好笑纷纷传阅 不过警方调查之后发现 这些唐主其实都曾经是 帮主借钱的对象 让这些网友来借钱 借了钱之后虽然是有还 但是这些借钱的对象 都被他封为唐主或者是护帮主 长时间流连网咖 想出了成立这个雷龙帮 虽然没有实际运作 也没有犯罪的事实 不过在网路上公开仇组帮派 涉嫌违反少年事件处理法 让一时好玩的蔡姓帮主 直呼再也不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